首先啊咱们还是先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要用XGBOOS这个东西啊 时间期啊它是不是已经帮我们封装好了一个酷啊 所以说首先呢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酷啊给它装起来 跟咱们之前用那些SKLearn的东西还不太一样 SKLearn里边有很多算法就是T2提升决策数啊也有 但是这个XGBOOS啊相当于是在这个T2提升决策数当中啊 做的最好的不能说做的最好吧 做的比较好的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用的这个工具包 然后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要按这个XGBOOS的大概是怎么去按 首先呢哎呀不是打开这个Notebook 然后应该是打开那个Promate点错了 打开这个AnaconaPromate在这个Anacona里啊 咱们的Promate现在打开出来 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先试试这个命令啊 就是有可能你就直接装上了 有可能啊会遇到一些问题 在这个黑窗口啊因为我这里边装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他现在执行为慢 咱们先打这样的命令啊就是PIP Instart然后XGBOOS 打完之后啊咱们先回车一下 自动呢他会帮你寻找一个就是当前合适的一个版本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几率的 就是可能50%的同学 一回车然后他就去装 然后他就正常的装上来咱们就可以直接用了 可能啊就是你一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啊 他会给你报一些错比如说说当前这个酷啊 然后安装的时候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错误 反正这些错误啊90%的情况下都是因为这个酷啊 跟你系统的环境不再匹配造成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招啊 这个招就是不光能在这个XGBOOS当中啊去用 你按其他酷啊也能用上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说是一个Windows系统啊 咱们估计大家大部分都是Windows系统 如果说是Mac啊或者是Linux啊 就是我们基本上直接装 应该没有啥太大问题吧 在那个Linux下就是我有无邦兔系统 在那里边装酷啊 我觉得这要比Windows容易一些 因为那里边装基本上很少情况下出现一个错误 出现失败 但是Windows啊就有些时候 配置起来一些麻的东西啊就比较多了 反正这是个人的感受吧 然后这块你看它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官方的 这里边呢就相当于是有很多个Python酷 然后呢我们可以啊 现在再下载下来 下载完之后啊 然后咱们再按也是可以的 到这里边之后啊 然后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它这里边你看这有多少酷 拉马其道酷啊什么都有 你看MyPlot这是咱们认识的 我问CVE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酷 反正很多的 我们直接Ctrl-F一下 然后比如说你要找XGBOOS的 你就找XGBOOS的这个东西 或者说你想装个别的酷呢 你就Ctrl-F啊 找一下其他酷 基本上我觉得 你要安的酷啊在这里 大部分情况下来说啊 还是都能找到的 然后点进去这个XGBOOS的 点进去完之后呢 然后它给你跳到这个界面了 这个界面咱们来看一下 它有四个候选项 咱们选择自己合适的 嗯这个 这个就是第一个是酷的名字 然后0.6是当前版本号 CP35和CP36啊 相当于是你的那个 不是咱玩那个 王者中要那个CP啊 是那个就是咱们那个 Python的3.5版本和3.6版本 然后你是哪版本啊 就相当对有哪个 然后Windows它有32位和64位嘛 然后估计大家都是64位吧 你是32就选32 是64他就选64 但是我现在觉得啊 就是32位很多东西啊 用起来可能会出一些问题啊 这个东西之后可能会出错 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64位的嘛 32位 以下来说啊 就是执行比较慢了已经 最好啊 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是一个32位系统 一看赶紧找时间啊 换一个吧 因为32位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不支持 而且运行起来啊 还是比较慢的 然后这个XG Boost啊 最好情况下就是 你用一个Python3的版本 你看在这个非官方的包装当中啊 这个非官方的包装当中啊 它也是没有那个2.7那版本嘛 所以说最好我们是用 Python3现在 2.7啊都已经是比较久远的件事了 我是三四年前啊 用那个2.7 然后近两年啊 也都转到这个Python3了 因为很多库啊 就是在Windows下 在Linning下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没啥太大问题的 然后Windows下很多都不支持这个2.7 所以说最好呢 咱们也是有这样一个Python3的版本啊 3.6也可以 3.6也可以啊 选择自己的一个 然后下下来 你一点啊 它就会给你提出个框 然后说让你下来到什么地方 下载完之后啊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怎么去用这个东西 比如下载完之后 然后你下载到什么地方 你就是在这个 Anycounter ProMate里边啊 然后你给它跳到什么地方 然后跳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 我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目录啊 你看这里我有这样一个东西 你看这个什么 这是X11 Boost 0.6-CP35 然后Windows 4.WHL 注意看啊 它的尾注啊 它的尾注是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按的时候啊 就是先这么去弄 你看这个就是到了你的当前下载的位置啊 我是5月12号下的 然后你打这样的命令啊 就是PIP 然后Install 然后XD 然后这个太不见不全 直接啊打这样一个命令 打这样一个命令之后啊 然后你这样一回车 一回车之后啊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装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然后一会儿估计它会提示我 这个东西啊 已经是存在 就不需要重复去装了 反正这个也是一个策略啊 就是当我们 当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啊 你直接用PIP Install去装的时候 可能啊 就是百分之 我觉得因为我这个 给大家带那个先下班的时候啊 也是带大家一点点去装 装的时候啊 可能也是大概50%的同学 能直接装上 还有50%的同学 就是得下载一下这个外部包啊 一般情况下这个外部包 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这个也是这么装上去的 我直接打PIPInstall也是不行的 然后反正啊 这就是咱们两种最基本策略吧 先PIPInstall先来试一下 如果说是能装上呢 最好了装不上 咱们就再用这种方法啊 把这个外部的包啊下载下来 然后呢 到这个路径下 再执行一下PIPInstall 因为你这个Anycon的PIP啊 默认已经配置好环境变量了 所以说在哪用啊 这都可以的 那这样我们就是先确保第一步啊 把我们的这个XGboost啊这个工具现在装起来 我自己就安装了 我一定可以的 我们再给你